星期三,大家就關注立法會帳委會報告 兩名議會新丁,亦都在立法會走廊全面上演了一場大戲 事緣,星期二有人放了 透露民建聯的蔣麗雲是立法會的閻民 蔣麗雲接受記者查詢時 順道指泛民的范國威都是同道中人 還說有人見過他在大樓入面吃煙 最擅長做道具的范國威 會議未開始就拿著大包他自製的山草藥 諷刺蔣麗雲說得就說 蔣麗雲作為今屆議會的新星 以觀眾見慣他的作風 都應該知道他不會那麼容易就認輸 我們先看看這場大戲 你有沒有告訴別人你有沒有吃煙 你有沒有告訴別人你有沒有曾經吃煙 你在說這樣子 范國威你有沒有告訴別人你有沒有曾經吃煙 范國威你對方陸電視 對方陸電視 你有沒有吃過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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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抽水黃 一點少了 你有沒有吃過煙 一點少了 そうそう 點不滿 社民連的梁國鴻對自己食煙最不忌諱 民建聯的黃定光都是煙文 她不時被記者捕捉到黑眼睡的場面 證明食煙似乎無助提神 另外兩個是中華總商會議員廖長江 蔣麗雲是四條煙中唯一的女性 蔣麗雲是煙文 其實不少像David你那樣資深的記者都會知道 她做了很多年的全國政協委員 曾經試過和記者一邊打邊爐一邊討論國家大事 反而部分民建聯的黨友就不知道她有這個習慣 直到去年的立法會選舉 看到蔣麗雲開會時經常要求take a break 才知道原來蔣麗雲都是春嬌 不過我不吃煙所以做不到智靈 但被譽為官場鑽石王老五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聽聞都是煙文的成員 經官更加之多 記者以往在北京開兩會時 想找喬曉陽做訪問 都會懂得去人民大會堂外面吸煙區碰運氣 現任和前任的廣告辦主任黃光雅和廖輝 居民都有吸煙的習慣 廖輝早年來香港時 居民和前特首曾蔣麗雲在禮賓府見面時 說到興起時都會拿出煙出來吃 鄧小平當年都是一邊吃煙 一邊跟戴卓爾夫人說一定要收回香港 兩個人現在都化做一流清煙 但這個吃煙的文化 在北京的官場依然都是非常流行 說不定香港的普選方案 京官也是在吞雲吐霧時想出來